大家好,我是任陈希。 我在9歲是說了第一句中文。 當時我剛搬到新加坡,中文很難。 可是我一直學習,最後我學到了很多東西。 因為新加坡成是我的家,我喜歡新加坡中國文化的一切。 從聽到某種人很快的中文對話, 到平常美味的包子和穿上漂亮的氣泡。 我12歲來到加拿大,在一所中文學校和中國家庭的學生一起上課。 我們一起學習語言,參加中國新年的活動。 這是我和中國文化的最好的記憶。 直到今天,我的教人都會清聚中國新年。 比如去中國餐館吃飯,或者讓我教他們幾個中文章詞。 今年,我的老師介紹了更多的中國文化。 我們做了月餅,我們也去了博物館了解漢字的歷史。 這讓我了解了漢字背後更多的文化。 我十六歲了,我在這裡用中文演講。 如果九歲的我知道了,會很正經。 中國的文化和語言,是我真正欣賞的東西。 我很感激。 中文幫我開翅膀,我會飛翔。 謝謝。 謝謝,謝謝任晨熙。 謝謝。